吉安湘客属会日前在南浦公园举行了 福虎风韵旺吉安的银村活动 邀请在地客家社团接力展演传递一文精彩 而现场徐政卫乡长游淑珍也亲自到现场 向会员们互道恭喜拜晚年 花莲县吉安湘客属会日前在南浦公园 盛大举办福虎风韵旺吉安银村活动 邀请在地客家社团接力展演传递一文精彩 吸引数百位客家乡亲齐聚交流 而花莲县长徐政卫也在客家事务处长 彭伟族的陪同下亲自出席致役 并发送新春福袋送上暖心祝福 县长徐政卫也鼓励长辈们都跟晚辈说客家话 让客宇向下扎根 县福也会全力支持客家文化发展 他们能够更了解这个地方 吉安湘公所也在现场设探 规划老幼共学的客家通信与闯光活动 透过说客家谚语带领大小朋友 享受在轻松环境下认识客家文化 也让银法长者找回传统的独家记忆 在吉安湘是花莲县客家人口数最多的一个乡镇 高达了三万三千人 我们客家文化跟族群共融一起来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安排了闯关的活动 说客家话 学客家话 大家一起来欢乐在客家的氛围里面 吉安湘客属会也感谢各界的大力支持 希望透过活动带动客与交流 进而延伸至家庭 也让年轻一辈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新活力 记者许丽琴吉安湘报导